你现在看到这堆积庐山的非法枪械 都是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所起货的 7月21号 在美国洛杉矶和中美洲国家威地马拉 个别有7044和5419把各类枪支被集体销毁 其中美国就直接在当地的第23届年度绒枪活动中 进行销毁 据悉在过去23年时间里 绒枪活动共计销毁超过18万把各类枪械 而今年的活动销毁枪支数量是历年来最高的 7月21号 韩国首尔火车站广场聚集了大约2000人 他们高举抗议标语 有的甚至以剃发来表达心中富满 反对政府部署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拦截高空导弹 但与这系统比邻的居民都担心系统释放出的电子波会危害健康 上个星期经历了法国国庆庆典遭遇恐袭 造成84人死亡之后 比利时在7月21号的国庆庆典中一点也不掉以轻心 为了确保庆典顺利举行 庆典现场处处可见警员站岗 据知当地在国庆前夕曾传出自杀式炸弹案惊魂 不过之后已经证实只是虚惊一场